31号傍晚一名47岁李星男子酒后开车行击明里路大同街口时 失控撞上路边停放车辆 因为瞬间撞击力过大 整台车翻过来横躺在马路中央 警方到场后 肇事驾驶全身酒位坐在路旁 还不停的大声咆哮 原警对李星男子进行酒撤 发现他酒精浓度高达1.2毫克 现场遭警方一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一台黑色轿车横躺在马路中央 挡风玻璃全碎裂 警方到场只见肇事驾驶全身酒位坐在路旁 还不停的大声咆哮 这个场景发生在31号傍晚5点左右 一名47岁李星男子酒后开车行进花莲市明里路大同街口时 失控撞上路边停放车辆 因为瞬间撞击力过大 导致整台车翻了过来横躺在马路中央 警方到场后立即拉起封锁线 并对李星驾驶实施酒撤 驾驶手部轻微插伤 未就医 但有饮酒勤势 全案依公共危险移送法办 酒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酒驾行为的层面 不仅影响个人还会造成更多的家庭破碎 警方将持续的强力取缔 落实酒驾零容忍 也呼吁民众为了保障你我用路的安全 酒醉上到 命不保 喝酒不开车才是真正的王道 警方对李星男子进行酒撤后 发现他的酒精浓度高达1.2毫克 现场依公共危险罪将他移送法办 好几名园警合力要把男子压上警车 但过程中男子还是不断反抗 直到警察说要喷辣椒水 他才肯乖乖配合 酒后贪图方便 开车上路不只是发生交通意外 还表现出一连串的失态行为 所见没有波及到更多的用路人 借徐丽琴花联市报道